身穿军服手持枪支 在人来人往的地铁站进行监控 纽约州长宣布派遣750名纽约州国民兵 250名州警及大都会运输局执法人员 在纽约地铁系统巡逻 希望能保障民众的安全 纽约市警方在人潮最多的车站 检查随身物品 以防乘客携带武器 其实在此之前 纽约市长亚当斯早已加派1000名远警 进驻地铁系统 来因应不断增加的犯罪事件 白烟从车厢内冒出 纽约民众从地铁内匆忙逃出 枪击攻击事件在纽约屡见不鲜 二月份一群青少年爆发争吵 地铁列车车门打开后 就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一名男子死亡和五个人受伤 近期更有一名车长 直轻时遭到砍伤 对于这样的安排民众看法两极 加派国民兵与州警协助市警局维护纽约地铁安全 是侯可提出的五点维安方案之一 其他措施包括提出法案 让地铁攻击定罪者不能搭大众运输工具 还加强执法单位与检方协调 掌握惯犯踪迹 甚至在车厢内加装监视器 他还计划拨款2000万美元 扩大一月成立的社工团队 协助解决地铁系统内攻击所造成的心理健康危机 眼看又要花上大笔纳税人的钱 也让不少民众对这项计划的实质效果产生质疑 总之是文贵书新总报道